台商谢金龙是台湾第一代通讯设备领域的设计人才 1989年,随着台商赴大陆新业设厂的热潮 他踏上了大陆的热土 一代就是32年 在上世纪90年代 谢金龙曾在大陆经营着八家合资工厂 却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大胆玩起了跨界 赴南京高纯转型做农业 我们的爷爷那一代在台湾 我们本身也是农民出身 所以我父亲本身对土地有比较深的情怀和情结 所以2001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边流转了不少的土地 我父亲就资深一个人在这边专门做农场农业 按照他理想中的一个农场 农家乐休闲农场的形态 一步一步一点一地的去打造 08年的时候我就也过来这边 也在这边认识了当地的姑娘 后来就变成了我的老婆 我现在也是南京的女婿 那我自己的心力和时间也就投入到农场的这一块 从栽下第一栗种子到如今二十年时光 理想中的农场初见雏形 走在这座台式农庄 丝瓜 葫芦 葡萄 梨侯桃棚架 形成了几条不同风格的绿狼 串插在一片低矮的梨园之间 梨树的种植技术是我们从台湾的那个家乡带过来的 我们用的是棚架式的 所以每一棵梨子树呢 在它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把它撑开 撑开到大概一米八的高度 那这里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撑开了以后它的叶片能够很平均的吸收到阳光 第二个它可以方便我们工作和采摘和管理 从工业转战农业 谢俊兴仍然保持着一个工业企业家的严谨 并将工厂中的品控标准严格的引入梨园 为了让梨子树的品质更好 更大壳更铁 当它开花的时候 我们一百朵花只留下一朵到两朵 这个花再长大成小果子 再筛选一次把那个小的果子再摘掉 要留下来的果子全部套袋 所以每年我们要用人工套上几十万个这个纸袋 可以保护这个梨子 让它长得又大又漂亮又好吃 又免受灾害 对免受灾害 二十年的岁月流转 果园所在的蓝津高纯 随着山村振兴发展 交通设施完善 关签通讯入户 当地旅游业养殖业的发展 让老些的龙庄不再是闭塞的室外桃花林 而是城市人假期新时省晚的田园居 这二十年的变化是相当相当的剧烈 这是天地之别 以前是农村的人拼命的想往城市里面跑 现在是反过来的 城市的居民拼人命的想往农村跑来度假 面貌已经跟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很惊讶的地方 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去很多不同的国家 看不到的情形 大陆的乡村振兴 坚定了父子俩在棱京高纯深耕农业的信心 而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营销 快递网络 更是让田园直面终端消费者 原来我们这个很贵的礼 我们礼是全部都是礼盒 礼盒包装的 被中间以前传统的这些批发商 通路所限制 这几年我们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 我们有电商的网络 我们有社交的媒体 直播 直接跟消费者对接 我们就有更多的选择 在父子俩深耕农庄时 政策利好不断传来 谢俊新称 在农林二十二条出台后 南京市台办为他们详细解读了 涉及的农地农地使用 融资便利和资金支持 投资经营 开拓内销市场等方面政策 为企业音响竞响会台举措 提供一对一辅导 也为其父子俩深耕南京 减少了后顾之忧 农业的投入是很长的 你可能回收期是十年 不像工厂 工厂我就是一个季度 一棵树种下去 五年才能开始结果 所以说有这个会台 我们会有一个定心针的作用 父子俩的情怀 也感染到了在南京出身 长大的台三代谢仁葵 在这个暑假 南京路口机场发生疫情 甚至泥子收获的季节 谢仁葵提出 想把果园里的泥子 捐给一线的抗议人员 我去做核酸的时候 看见医生们去给人们 去做核酸 我心里就非常佩服 抗议叔叔阿姨们 也都被热到了 所以的话 我才想到要给他们捐赠 这些消暑的冰糖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angsela